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官方在今天公布了5月的更新计划 里面有我之前提到过的雕刻系统 那在台湾这里是翻译叫做科硬系统 至于暗影城堡副本的话 其实就是让玩家去打科硬系统所需要的材料 所以重点还是只有在科硬系统 那这里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科硬系统 那首先这个是科硬系统的界面 总共会有5个栏位 每一个栏位会有3条附魔 每一个栏位大概都会有10种左右的不同属性 那每个栏位可以洗的属性都不一样 例如说像是第一个栏位他就洗不出攻击命中 那最后一个栏位可以洗得出命中 还有暴击率还有暴击伤害这些 要怎么样增加栏位呢? 条件很简单 就是你在前一个栏位洗出3条一模一样的属性 数值不用一样 但是属性类型要一样 举例来说第一个栏位他可以洗出会防御 HP自然恢复 减少所有伤害 或者是最大HP最大NP这些的 我们要做就是把这三个栏位全部都洗出一模一样 例如说三个都加防御力 三个都加最大HP 如果我洗出三个都加防御力的话 防御力是加1到3 那么它有可能会是113 或者是111 但不管是洗出哪一种 你都会开出第二个 最理想当然是全部都满 但是洗出全部都满 有三个一样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 那完全是看命 所以一般来说 在韩国大部分玩家都还是去追求 前面四个都先洗出我要的属性就好 例如说如果洗出最大NP 只有上开下一格 我还是会把它洗掉 因为最大NP没有什么用途 但是如果洗出HP的话 那其实韩国玩家是会保留的 先求有再求好 把五个栏位都打开以后 然后再去洗想要的属性 那最后一格因为可以洗出命中 所以我们开出最后一格的话 大家就是想办法看可不可以拼出三个命中 那如果三个命中 你能够运气好都洗出加3的话 那等于是一次加9命中 那就超级补 那当然像是如果你去洗暴击率 它也是最多可以洗到3%暴击率 所以加起来就是9% 这些其实都算是很大的幅度的强化 那么雕刻系统的材料 所需要的印章 大家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个 这个在暗影城堡会掉落 但是只靠暗影城堡掉落功不应求 那么官方当然就是有直接卖 那在刚开始的时候 官方一样会出阶段礼包 那在阶段礼包的部分 第三阶段 就是相当于台湾1320的礼包 它是2000赚再加上90个印章 以及3个金币箱 而如果你有触发它的限时礼包的话 它是有提供1000赚买30个印章的礼包 那么到时候就看台版有没有开这些 总结来说雕刻系统我自己本身是蛮热见它赶快开 并这个系统不课金你也是可以拿到材料 而且它可以帮玩家很好的去补足一些我们自己欠缺的属性 让玩家可以多15条洗链属性 那以上就是雕刻系统的简单介绍 反正它是说5月会改嘛 那改版的话一定是暗影城堡跟雕刻会同天开 这个是一定的 那么就等看官方什么时候改版 觉得5月4号就改的机会应该不大 不过我是蛮希望5月4号改就是了 毕竟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第四章可以稍微打得轻松一点点 那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